新华社消息 出席大会的代表委员已经报道 大会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有个成语叫虎略龙腾 龙年的中国经济 就如这成语的寓意 将在去年取得5.2%经济增长 亮眼成绩的基础上 迎来新的腾肺 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汽车 还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加大品牌建设投入 打造机制的产品力 为全球的用户提供中国的智慧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 虽然要经历千辛万苦 但是只有牢牢抓住 创新和放松才能收获 依然众三小的喜悦 古话讲 以时则至 面对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必须秉持人类命运 共存底的理念 携手应对 气候环境领域的挑战 守护好这颗蓝色颈求 做好文化遗产 代际之间的传承 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天南海北 日夜兼程 搏击长空 有效 旅行使命 在强军道路上 奋力跑出 自己的加速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